身高在1米50到1米60的女生呢 外套的长短到底要穿多长 我虽然挺怕冷的 但是超级喜欢冬天 就是因为可以穿各种各样的外套啊 戴衣啊 叠搭对了呢 还能减零显气质 小个子掌握一些穿搭的小技巧 加上颜色的配色呀 咱们时髦减零两不误 今天呢看看就从配色 叠搭两个方面 用了五件大衣 两件短外套 来给大家做12套好看的穿搭look 短短的十几分钟而已 也许会让你找到很大的灵感 那我们直接上主题 第一套黑色大衣加红色毛衣 这件黑色大衣它含是89% 羊毛和11%的羊绒 起初呢我以为是100%的羊绒啊 虽然是混仿 但手感真的是就像羊绒一样 不像有些羊毛大衣呢穿的很重很硬 它完全就没有 然后比较阔铁的同时呢 又不是羊毛的保暖性 两者综合的优点 价位呢相对低一些 它的版型呢两个字 显瘦 小哥的女生呢就是穿这种A型款啊 后面的下摆呢就是家常的露出你的腿啊 裙摆啊走起路就是有一种飘飘依然的风柱 圆形间的这个设计啊修饰了你的上半身 没有复杂的设计 当然呢如果你不喜欢长款的女生呢 这两款短款我觉得也不错 我会尽量把链接放在影片的下方 供大家参考 今天呢用到的大部分的衣服啊 都是double face的款式 这里呢我想强调一下啊 double face不是反正两穿的 它是用同样的面料 一样的面料是不是 贴合在一起缝制而成 所以呢里外是一样的 这样的工艺呢就比起上绸缎的内衬呢 可能更加保暖舒服 贴身感更好 但是呢加工起来呢 稍微花了一点点时间 所以呢成本稍微偏高一点 但是这件大衣 从它的材质和做工来看的话 性价比很高 从配色来看 很多人说年纪大了 穿黑色会不会显脸暗沉 如果你要像这样打 的确是像参加葬礼的 喜欢的话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看的穿搭 其实这个就算一套吧 红色的羊毛衫 再加上牛仔裤 再加上一个红色的小包包 庆祝节日啊 约会啊 都可以选一些红色的啊 当然呢 接下来的圣诞 你也可以这样穿 里边的打底呢 它是纯羊毛的材质 单穿内搭 秋冬超级显气质 不沉闷 黑加红呢 也是高级配色的其中之一哦 那我们来看第二套 黑色大衣搭的时候呢 里边白T 加牛仔外套 再加一条黑色的阔腿裤 还有一个棒球帽 小白鞋 我身上穿的这款裤子呀 它是羊毛加羊绒 无论是光泽 还有保暖性呢 都超级的赞 非常的柔软啊 我冬天就喜欢穿这种阔腿裤啊 黑色其实真的是百搭 因为什么 冷了 你里边可以穿几条保暖内裤 都看不出来 像这套就是内外穿搭 室外温差可以调节一下 热了我们就脱 季节使用性呢 就比较广 休闲减铃 还拉高了你的腰线 这是重点啊 第三套 黑色高领的打底 加上一个条纹衬衫 什么条纹都可以的啊 白色的牛仔裤 再加上黑色的靴子 黑色打底上面 加了浅色 达到了深浅深 个性不沉闷 又给你们换了一套 首先这一套 我看到它的实物之后 我觉得 太棒了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首先它的质感是纯羊绒的 非常的显高档 然后很光很滑的面料 我做服装行业这么久 看了这么多大衣 我觉得它 可以和某大品牌相比 绝对没有问题的 有光泽 而且非常柔 非常软 版型呢 它属于慵懒的睡袍款 小哥的女生 当然可以穿啦 长度只要掌握好 我身高呢 是1米65 选的是M嘛 总身长呢 它是114厘米 相对来说呢 比其他的款呢 偏大一点吧 根据你的身高 之前也有讲过啊 大衣的长度 我个人爱好是到 小腿度偏下为好 当然呢 日本女生呢 喜欢穿到脚踝的 也有很多因人而异吧 如果选大衣 1米60的身高呢 选S 或者是1米60以下的身高 选XS 或者是都选XS 就OK了 大家可以做参考 看一下这个比例 这个呢 是身高1米47的女生 穿了110厘米的 长度的外套 每件大衣 它都有腰带的 请放心啊 如果你觉得 这个地方太宽松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腰带 来调节你的长短 在没有自信的女生呢 选这样的短款 到膝盖的位置 也是不错的选择 我的内搭 这两件是一套的 完全没有装嫩的感觉 50岁60岁穿它也没有问题 通过叠搭后 我觉得太百搭了 单穿大气优雅 上衣的下摆呢 就是这个斜度啊 设计真的是太绝了 这是谁设计的 我想知道 刚好遮住屁股 提高了腰线 还有时尚感 配上大衣呢 下摆的长度 刚刚到裙长的位置 太完美了 这里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啊 如果半身裙的长度 想调长短怎么办 只要我们把腰围卷一圈 或者是往下拉一拉 根据你的靴子 还有大衣的长度 我们自己来微调就好了 第五套 修身长款的打底 加瘦身裤 再加乐服鞋 大家注意搭粉色时呢 内搭我们选 饱和度低的色系 减零温柔 它一排扣子的设计呢 就显得非常的瘦 这个长度呢 1米50的身高 特别的友好 褲子内搭 记住 褲子不要太长哦 下面呢 配刚才那件 散裙露出下摆 显得是不是高贵 时尚了很多呢 这就是叫凑搭 长度不够 需要你会叠搭 第六套 针织连衣裙 加短靴 离型身材啊 穿A型款 真的不显屁股 不显肚子 下垂感超级好的 它可以自动修身的 针织连衣裙 我以为我穿它会不会显胖呢 实际呢 非常的满意 它的质地啊 还有立体的这种 细条纹的针织法 显瘦 显高级 贴身穿很舒服 下面呢 我配了刚才那件 纱裙 效果也不错 它是一件性价比 非常不错的单品 这件呢 秋冬穿 刚才那件呢 扣子呢 有点薄 春夏穿也可以的 浅灰色的大衣和白色的打底衫 看一下它的长度啊 我选的是M 总长度它是112厘米 L码呢 是114厘米 穿它后呢 感觉就是ML 其实我都可以穿 版型裁剪也非常的极简 颜色呢 不是深妥色 不会显老显黑 也是纯阳绒的面料啊 它和刚才粉色的相比呢 两件都很高大上 相对价位来说 还有质感啊 做工我觉得呢 比其他品牌的性价比 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如果穿长款不方便 这两款类似的色系的短款 也很推荐 根据你自己的爱好 还有预算 我们来做选择 适合你的款 第七套 白色针织衫 加灰色的破腿裤 随意慵懒通勤风 百搭色 用的时间也比较长一些 第八套 又给大家换过来 浅灰色 再加深灰色 深灰色呢 它是一个A字型的一个 小方领的复古连衣裙 纯羊毛的材质 保暖显瘦 它下面是一个A-line 外加浅灰色的大衣啊 这就是配色 无论你的职场 还是约会 色系不乱 保暖 显得温柔 知性 两件衣服就搞定了 当然呢 我内搭搭了一个打底 正好是方口的 你也可以搭衬衫 羊绒衫 都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就是最爱的 坨色了 一件偏深的 一件偏浅的坨色啊 两件呢 它都是双排扣的版型 这件呢 有肩线 领子呢 细窄 纯山羊绒的面料 手感真的没得挑剔啊 太棒了 它的面料 还有光泽 它这个地方呢 是有个小盖子呢 它不是口袋 是骗人的 真正的口袋呢 是在下面 让你显高显瘦 这个设计呢 真的是太聪明了 颜色偏浅的这件呢 它是纯羊绒的 质地也非常的软滑 很舒服 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 坨色大衣 真的可以考虑入一件 两件呢 我都选的是M码 小个子呢 穿XS或S码 绝对能驾驭的 第九套 如果你想显高显瘦 显干练 就选这款啊 只要是坨色系 深坨加浅坨 职场你就是那个最酷的 第十套 浅坨色的慵懒风 看上去呢 就是有一种居家 非常舒适的效果啊 因为它宽松 里面呢 也可以多穿几件 内搭一件 袖子偏长的 慵懒风的 白色开衫啊 或者是单穿 也好看 黑白驼的配色呢 显得你很时尚 对于小个子来说呢 这两款呢 你要是让我选 也有一点难度啊 如果你的职业装 多一些的话呢 可以选这件短款 如果你的休闲 多一些呢 可以选像这种的 宽松版 真的就是有一点 大人的穿搭啊 驼色就非常的显气质 呐呐呐呐 短款的外套 这款呢 90%的白蛾绒 轻窍保暖 它的压花的设计啊 即使穿白色 也不会显臃肿 它并不是很厚的感觉 可以选同色系的 像这种 微高领的羊毛衫 这款里面呢 它是其实是有亮丝线在里面 近看的非常的好看 那里面再穿一件保暖内衣 非常的暖 户外零度左右 穿它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呢 下一套穿搭来了 白色羽绒服加黑色阔腿裤 再加棒球帽 我很喜欢下摆这个弧形的设计啊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个性啊 喜欢保暖一些的 这几款呢 我觉得也不错 供大家参考 这件小香风可以说 和香奈儿有的一拼了 好像不能这样讲啊 质感真的是太到位了 它的手工啊 还有缝边啊 设计 那它的缝边 还有它的扭扣 真的是 可能远处看就是一件小香风 但细节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精致感 一上身呢 就有一种显贵的感觉 这个价位说实话 我都有点不太相信 第十二套 打破常规 很多人问我小香风会不会显老啊 怎么搭呢 连衣裙 乐福鞋 拖特包 减铃的同时 不死板 不显臃肿 怕冷呢 我们就穿长款的针织裙 或者是配长靴也可以 所以大家觉得怎样呢 这件衣服呢 打底尽量穿白色 驼色 这要是浅色系的话 不会有显老的感觉 最好呢 扣子不要系上去 让它有一种动态的感觉 参加别人婚礼 毕业室 开学典礼 这套衣服都能靠得住 下面呢 配一个散裙 也好看 配一个西装裤 也好看 当然呢 配连衣裙 也是美美的 好了 无论是选款 配色 还有叠搭 不知道让你们找到了灵感了吗 身材高矮 其实真的不重要 主要看你会不会选款 我们学一些 身材高矮的穿搭 叠搭 才是最关键的 希望这个冬天呢 我们既保暖 又要好看 也要有高级感 喜欢哪套 留言告诉我吧 千万不要感冒哦 大家注意保暖 期待下期来做客 下期我想更精彩 また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